我带着你是你中的行李 犹如你我和你 经过几道山边 看到一堆光铁 我确定是不是这里 看到筋疲力尽的爷爷 我们才意识到 爷爷是人 不是超人 上个星期 爷爷还在自己的视频日记里 洋洋得意地说 我现在有五只熊猫 五只 这么想来 我这个每天看熊猫视频的人 保家族的影片 我却看都看不完 而爷爷们不但24小时轮班至照看双胞胎 还要带新人 办生日会 乐宝的 福宝的 接待驻华大使 参加各种节目 做每周两期的视频日记 记录双胞胎的一切 还要抽空练习中文 接受各种电视台的采访 和各路明星联动 我看都看不完的节目 是爷爷们争分夺秒参演出来的 果然 韩国人不用睡觉的都市传说是真的 回到浙州的视频日记 我们的爱宝用撒娇的眼神 看着江爷爷给他喂饭 天啊 这小眼神太杀我了 爱宝好会撒娇啊 爱干净的爱宝 也给我们展示了 他一首爆娃 边换个角落造青团的画面 而爱宝一起身 江爷爷就猜到了 他要造青团了 真是只死莫若妇呀 昨天我们已经展示过 双胞胎0到20天的展示照片了 上周爱宝带妹妹 妹妹吃母乳 体重超车 下面我们静静地看看 爱宝怀里的宝宝吧 真的是暴风生长啊 快来抱抱 快来抱抱 在午晓末里的一位 过去偷脸的人 他是有色年轻 扎着过去马尾 中空一样的笑